一名车主于四年多前撞到一辆酒吧 最近接获酒 法律部的赔偿申所信 向车主所偿99万5000多元 申信公开了被撞毁巴士每日损失的金额 酒吧发人回复星岛头条时表示 由于事件已进入司法 序不会作出评论 这封由酒吧法律部于本月10月5 向涉事车主发出的赔偿申所信 近日在网上封 根据信函 有关交通事故发生在2019年8月2日 信函中 是 据调查所得 在该宗交通事故中 酒吧一辆吧 因涉事车主的疏忽驾驶及不小心驾驶 而引致 毁 涉事车主其后被警方检控危险驾驶的罪名 例 信函指涉事车主 需就该交通事故中被撞毁 市的损失 付上全部责任 酒吧向该车主所长总 99万5000多元 当中约8成数该巴士维修期间的每 损失 申所信公开了被撞毁巴士的每日收入 有 所长金额的计算及被撞毁巴士的每日收入 详 下列图及 申所信中付有该巴士的修理报告及 官证明 信函促请涉事车主如油奖买汽车第三 保险 应尽快交保险公司处理 或早日缴付所长 向 申所信 亦指出 若涉事车主未有缴纳赔偿金 酒吧将采取法律行动追讨全部赔款 届时赔款 令加诉讼费及利息 酒吧发言人回复星岛头条 表示由于事件已进入司法程序 不会作出评论 星岛头条APP经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浏览更精彩内容 对这包开始 若涉事车理 Herr 浅 若涉事车理 中二